演练一开始 多架模拟敌机采取超低空飞行方式 向我方防空阵地快速逼近 接到空情预警 雷达操作手不间断对敌机进行搜捕跟踪 并及时上保敌机来袭方向及飞行参数 指挥员迅速判明情况 指挥高炮对敌机实施抗击 发现目标 目标不动 开火 防空兵的战场往往分秒必争 这决定了各操作手 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对目标进行拦截 演练中 导条组不断加大考核难度 临机指定靶机飞行航路 并不断调整靶机高度速度 某型弹炮结合武器系统 刚捕捉到目标准备抗击时 不料目标突然从观察镜内丢失 炮手沉着应对 凭借经验仅过三秒 目标就被重新捕获 自行高炮刚完成射击 新一轮空情接踵而至 接到指令 便携式地空导弹分队班长王刚 带领班组迅速前出占领阵地 搜索 截获 瞄准 激发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这是我们连队换装后 首次进行实弹射击任务 今天顺利完成了 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很开心 前不久 这个旅换装最先进的便携式地空导弹 如何快速掌握新装备参数性能 形成战斗能力 如何与其他火力单元有效融入 发挥整体作战效能 王刚和技术骨干展开技术交流 不断摸索各火力单元的极限作战性能 在一次次失败和探索中 各型雷达高炮防空导弹 逐步组成远近衔接高低互补 弹炮结合的防空火力网 演练一直持续到深夜 在夜幕掩护下 多架敌机对我方阵地实施连续突袭 各防空军分队自主侦察研判 合理部署火力单元 最终成功拦截低机